今天是元旦连续假期的第二天 一早太阳就露脸 各地气温和元旦当天一样明显回暖 不过这样的好天气从今天中午过后就开始变天了 中央气象局表示因为封面接近 今天中午过后各地降雨几率增高 而且越晚雨势是越明显 受到封面接近的影响 今天云亮中午过后开始增多 北部山区也飘起了零星小雨 气象局说明天受到封面和东北气风增强的双重影响 各地都会下短暂雨 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大雨 虽然下周一气温会小幅回升一些 但是到了礼拜二5号以后又有大陆冷气团南下 6号到8号天气又会变得湿冷 尤其这波冷气团最冷的时候会在7号8号这两天 中部以北沿海空旷地区低温还会下探11度 如果水气充沛 玉山和欢山等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渴望再下雪 元旦连续假期的第二天 国道各地路况都还算顺畅 雪虽从下午3点开始进行移控的管制 在载道出现了小小的回堵 但至少还能维持在时速40公里以上 高工局预估周日下午2点过后将会开始出现车潮 建议民众要提早出门 避免塞在高速公路上 开进雪碎的车子一辆接一辆 和元旦当天比起来车子没那么多了 车速都还能维持在670 不过到了下午3点左右 车流量慢慢变多 高工局开始在匝道实施移控管制 虽然雪碎没有塞车 但车速只有40左右 我们还是会利用这个车道移控的方式 那如果说有大量车要这个北上的时候呢 那我们会想办法维持这个国道5号的一个顺畅 周六一整天下来 国道路况都还算不错 但高工局担心 车流量会集中在廉价的最后一天 预估周日下午2点开始出现车潮 北上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拥塞情况 虽然这一次没有封闭交流道 但全天人扎到移控管制 建议民众利用凌晨0点到上午7点 免收费时段来避开车潮 特别是到日月堂和清静勇丸的民众 周五过后很可能会塞在系统交流道 我们预估国道6号 接国道3号的雾峰系统交流道呢 那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大 那我们是呼吁说这个 公路人和驾驶朋友 尽量呢在上午就能够上路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避开这个车潮 不止中部建议到其他风景区游玩的民众 也尽量避开车多的时段上国道 才不会塞在国道上 坏了廉价出游的好心情 记者尔伦王威雄台北报道 原来出游也要提醒您开车 一定要注意安全 高雄市前镇渔港港边 一号晚间发生了一起轿车落海的意外 车上四位乘客全部罹难 丘南人员从车上的证件得知 这四位拟难者分别是空军后勤指挥部的市官长 陈又瑞和同样在空军服役的妻子汤家慧 以及两名子女 初步研判可能是路况不熟 才会冲过港边的原石缝隙 落海造成不幸 元旦夜晚前镇渔港很不平静 因为有民众目击 一辆银色轿车冲入海里 警销人员赶紧动用搜索 海面上救难艇来来回回 水面下则是有大批潜水人员下手搜救 九点多救起第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 救难人员不断施以CPR急救 岸边则陆续救起一位30岁左右的男性 两位十几岁左右的男孩和女孩 四个人分别送医 不过还是不幸罹难 十点左右 吊车终于吊起车头插入海底的轿车 透过车上的证件 确认四位罹难者是一家人 分别是空军第三后勤指挥部 室官长陈又瑞 空军中校汤家慧 和他们的一双子女 警方出不研判 可能假日全家出游发生意外 吃饭吃了可怜 才能在家里小岁的 我们很好的 我媳妇跟他们都很好的 你们两个小孙子孙女 我们很乖 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 车上的汤家慧还以手机报案 请务中心人员回想当时的情景 忍不住哽咽 最后一句话 他说 宝宝 我们现在在哪里 很遗憾 没有办法把他救起来 原本是快乐的新年连续假期 却发生这样的意外 家属伤心 救难人员遗憾 也让空军失去两位优秀的人才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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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